香港政府近期採取包括聚集人數不超過4人等措施 從3月底至今 在不違反政府條例下 香港法輪功學員以戶外練功 以及百接站點堅持傳播真相 儘管中共肺炎來勢洶洶 香港政府推出了限制令等抗議措施 但香港法輪功學員仍堅持戶外練功 以私人一組的形式向世界展現法輪大法好 雖然瘟疫令公園人流減少 但法輪功學員仍然堅持沉練 至今已有20多年 他們相信這個獨老的修煉方法 可以令他們身體健康 也給社會帶來正面能量 我以前好多病的 有4種病 後來我就是其中過敏性皮炎 關節炎 腰痛 我都是練了法輪功以後好了 而且我們師父沒有收我們一分錢 我就是練了法輪功和看賺法輪的本書 就是使我的身心受到很大的業縱 很有緣的人都很想 我都想練法輪功喔 你練法輪功跟你這麼好 我都想 真是你這麼靜 其實是會有些發放很好的能量 法輪功學員還在市區百接站 堅持講真相 向市民揭露中共的邪惡 提醒人們遠離中共保平安 吸引了不少市民 我們支持法輪功學員 主動致電大陸民眾 將躲避瘟疫的良方告訴他們 中共隱瞞疫情導致大流行 千萬人的性命處於危難之中 危難關頭 海外法輪功學員 主動致電大陸民眾 將躲避瘟疫的良方告訴他們 因為那個小伙子他已經中了武漢肺炎了 但是他在醫院裡面就沒有任何解藥 就是也沒有任何疫苗 他就很痛苦 那麼這個時候他接到了我們法輪功海外 打的電話去以後 就叫他練法輪大法好 真善人好 他練了以後就四天以後高騷就發了 兩個禮拜以後就徹底好了 所以他非常感謝我 就是痊癒了 他非常感謝我們法輪功學員 和法輪功的師父救了他的命 新唐人記者梁真蕭龍 香港報導 前提到 谢谢观看